回来之后张将军从军事上 给我们看一下这个俄乌的战场 当然这次恐攻之后呢 算是一个这个拐点 那从特别军事巡动 升高为就是战争状态 那既然是战争状态呢 它的手段也就升高了是吗 所以你看到这个媒体报导 那俄军呢据说是首次吗 用威力可观的这个ODABL 1500的这个炸弹 它就是过去讲的温压弹 在乌克兰的东北部 苏梅州的村庄 那这个地方距离俄罗斯边境 只有7公里 然后就炸下去之后 你看到没有 这个画面非常惊人 爆炸云 迅撞云 大概有1公里高 1000公尺高 那乌克兰国防部的情报局长 说这已经用过不止一次 确实在过去我们就讲过 说俄罗斯用过温压弹 不过当时很多事情 也很难证实 因为在战场上的混乱当中 那这个炸弹呢 从苏联时期就开始就有了 然后呢它有效打击面积 大概是500平方公尺 就炸下去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还有这个很特别 现在这个乌克兰不是一带男人 全部打光了吗 只剩下老跟小 中间的壮丁全部没了 然后呢到处在拉夫 据说卡尔科夫州 一个军事登记处 跟征兵办公室 最近在表扬 表扬7名少妇 为什么呢 大义灭夫 主动举报自己的丈夫逃兵 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画面 还蛮特别的 1234567 七位妇女接受了表扬 他们手上都拿着奖状 有没有 奖状内容就是什么 感谢你大义灭夫吗 我原来为什么脸上 露出这种笑容 举报自己的丈夫 逃兵不效忠于国家 当这个东西 不知道真还假 那如果是真的话 看到是不是也有点凄凉 一方面是国家 二方面是你最亲爱的家人 这个家人也是别人的儿子 也是别人的爸爸 所以你看到这个画面 你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 我不知道我也看不出 那个表情是被表扬之后 非常开心 或是觉得自己为国家 有贡献的那种表情 好像也不是 这表情看起来也 好像有点无奈 所以今天这个讯时 确实让大家觉得 有点哭笑不得 对不对 你觉得这是爱国妈 但是大家就知道 这是战争的残忍 还是说他们是被迫举报 不知道 我刚看这个他们都是大妈 那他们对象都是大叔 就知道 如果他们说是二十几岁 他们的丈夫 他们的亲生 大概也是二十几岁 二十多岁 你看他们大概都是四五十岁的 那他们的对象也都是五十来岁的了 对啦 今天他在文章第一篇写 我当然就会觉得有点性别歧视 所以我没有讲了 他就说 跟这个传统乌克兰的美女的样子 不太一样 但张将军看到另外一个 就是这个真兵的年龄层很高了 很高了 大妈对大叔 那大妈举报大叔上战场 那为什么没有年龄 那为什么是大叔上战场 年轻人没了嘛 年轻人没有了 年轻人打光了嘛 那就变成大叔 大叔完毕之后 阿公级就要上去了 说不定大妈自己要上去 就变成胡子军 可能大妈的话 我看他上去了 能枪他都没拿过 怎么能够上去 看现在是一个软性的一个小新闻 但是里面看到 还是有很多重要的信息 对 有很多猫腻 那你怎么看这个温压弹 这个温压弹 这个温压弹 可以讲是一个迷你型的原子弹 他有三个特色 第一个他的暴震 他暴震力量是非常强的 以大概以三四倍的因素膨胀 一暴的时候 那个人心脏 对 你看他那个冲上去 冲上云霄就知道 他的暴震的威力是非常强大的 你看他一个大概将近三公吨 他的弹头将近一公吨多 然后他这个郡状瑜就上来 他还有第二个特色是 他的温度很高 温压弹2500摄氏度 这个打下去会怎样 不得了 全部烧化掉了 对 就融化掉了 温度太高2500度 他的核心爆点 你看他温压弹 第三个他的特色就是 他的这个爆炸之外 爆炸的威力 爆炸威力非常强大 他变成我们叫做窒息弹 因为他把所有的周边的氧气 通通烧光 你这样的话你变成真空了 你真空人都窒息死掉了 完全没有活口 没有啦 不要说人生畜啊等等 就感觉到有点像原子弹 原子弹是震爆 他唯一就是他没有辐射 原子弹是不是高温 高温 第二个原子弹是震爆 第三个原子弹他是有热辐 他有辐射是这个样 他只是没有辐射而已 他这个温度 他这个是大型的杀伤毁灭性的武器 对 那丢这种武器 看到了普丁的什么样的想法 那普丁的话 它是重磅暴富啊 你还看到他现在这个ODAB 他的1500炸弹的丢上丢下 用在这一个挂在飞机上 因为他这个还有 他现在还有 他这一个照片呢 是没有导引 是传统的炸弹 他现在外面可以有套件 俄罗斯给他做 你说滑翔是不是 对滑翔 今天我也看到也有人说 这是温压弹的滑翔弹 对滑翔 它的滑翔套件直接装到传统弹 一丢出去之后呢 它高度要高 飞机的速度动能要快 一射出去之后 它就因为高度高 它就以动能换取胃能 它因为它有速度有动能 另外它高度高 它有胃能 有温能又有动能 它可以上前面 我们叫做滑翔弹 可以滑行七八十公里 就会怎样 那这样子的话 对任务机射程更远 没有射程更远 更安全 这些苏砍战机的话 在七八十公里外 它就丢了 丢的话真的 只要攻击到目标 目标的那些野战防空的 次争飞弹等等 它只能打 最多只能打八公里到十公里 那它在八十公里外面就发射了 但是发射了 我们的高度要高 它大概都会到一万尺 所以也会比较精准 也精准 因为它可以 它可以 它有控制 它虽然没有动力段 但是它有导引段跟控制段 它只是没有动力而已 它动力是靠它 飞机的动能 跟飞机的位能 所以我说是 俄罗斯这个 有这个温压弹 它溯元时期就已经开始有 它现在开始丢 那是怎样 要一个大清场了吗 对对对 它这样的话能够对 你看乌克兰都叫急了 火力也不够 它就说要逐次撤退 因为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的这个 大这种重磅的炸弹 还有坦克部队 一直向前压 那乌克兰没有 美国的参议院没有通过 那个法案没有通过 你叫那个 拜登政府也没办法 这600亿美元的武器 就没能 不能出去到乌克兰 所以乌克兰讲 它只有逐步撤退 那逐步撤退 俄罗斯逐步推进 那这样的话 对整个乌克兰来看 状况不妙了 对最早的时候 就说它丢温压弹 不过当时没有证实 还有人说 这是这个西方的一些谣言 要讲这个俄罗斯的残忍 那时候是在特别军事行动 对那现在已经有 但现在是战争状态了 有照片了 对然后你看这个画面 非常非常的清楚 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变成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